我打算唱一首歌是關於廣東話的 其實在大陸,不只是大陸,香港也是 我們自己的謊言是不太得到重視的 無論是官方,即是政府對一些普通話以外的謊言打壓 其實不只是廣東話 一早在西藏,其他小眾民族一早就出現 很多現在跟我們差不多年紀的西藏的人 可能他已經認識的狀態很少 當然廣東話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去年廣州發起了一些運動 因為他們的電視台想減一些講廣東話的節目 傳去見習廣東話 但後來好像不敢這樣做 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大陸,廣州很多學校是不容許講廣東話 裡面是不容許廣東話 基本上是無語 這是甚麼意思呢? 我覺得是一個很慢性的,對一個文化的消滅 但是不只是政府對我們做這件事 我們自己都對自己的文化做這件事 例如,我不知道這裡附近有很多家長 我們帶著小孩子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那些家長 就跟那些年輕人講英文 但又講得不正 但又要講英文 那為甚麼呢? 好像他忘了自己的語言是可以用的 或者他覺得英文比較高尚 或者普通話 那我覺得這個也挺恐怖的 那我就寫了這首歌 所謂有點粗口的 那是誰呢? 謝謝大家 這河水經過多少的工廠與高牆 雲濁的水面已經照不清我的呼籲 但當我低頭則已傾聽好著 聽到千年的酒吧 每一首也忘記的過程 這承認是我最後的結婚 就算語言破碎之燈 也似飄揚 彪南亞頂眼上 想語言破碎之燈 那批人問我無家可歸的感覺是怎樣 無法被觀光的生命難度 只得一個下場 富士康的蘋果掉到誰的領土上 連同我樹的掌固也沒於一聲 踏斜的巨韻 在雪人頭的手指面前 我們個個一樣 頭破血流的鏡頭面前 我們個個一樣 但我們怎會 一樣我們知道 是一項想這樣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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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